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清朝乾隆初期,老臣鄂尔泰体若多病,逐渐淡出朝堂 乾隆提拔新贵那清来顶替鄂尔泰的位置 乐清先后担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和宝和殿大学士 领班军机大臣等职,一时全清朝野 连三朝老臣张庭玉都对他退彼三舍 乐清是鄂比龙的孙子,他为人狭隘,喜欢搞形式主义 例如,他为了彰显自己清廉 命运在家门口拴了一条凶残的大狼狗 如果有人送礼托情,他就用狼狗将人吓走 实际上,这不过是做样子罢了 很多朝臣都知道乐清的为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突然有一天,一个莽撞人出现了 他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用拳头公然把乐清揍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这个莽撞人名叫爱新觉罗 红昼,他是雍正的儿子 乾隆的弟弟,寿风和亲王 孝廷杂录记载 红昼昼国一宫乐清于朝 尚以孝圣献皇后顾 幽容不问,举朝淡之 意思是,红昼做了乐清之后 乾隆因为皇太后的原因,不闻不问 满朝大臣也因此忌惮红昼昼 俗话说,棱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 看到乾隆的表现,乐清明白 他这顿揍,算是找不回场子了 红昼为何这么嚣张,敢当众殴打军机大臣 作为乾隆皇帝的弟弟 红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本集将和大家分享,清朝和亲王红昼昼的荒诞人生 一,雍正帝无子,乾底慎千和 根据清史稿,诸王传记载 和公亲王红昼,世宗帝无子 爱新觉罗,红昼,雍正帝印针的帝无子 在清朝历史上,康熙帝和乾隆帝都是多子多孙之人 在这方面,雍正帝略有不如 在史料记载中,雍正帝一共有十个儿子 但长大到十岁以上的,只有四个 红昼是雍正帝的第六个儿子 因雍正帝的第二个儿子,仅活了一岁多,未能续齿 因此,红昼在兄弟中续齿第五 红昼的生母耿氏,是褒依出身 耿氏的父亲,名叫耿德金 早年是香白旗褒依奴才 康熙四十二年,耿氏参加选秀 被康熙赐予当时的四贝勒印针 后来的雍正帝,当时被封为贝勒,为格格 值得一提的是,在耿氏入贝勒府的第二年 又一个格格,也同样被赐入贝勒府 后者就是乾隆帝的生母,纽呼噜氏 红昼生于康熙五十年 也就是耿氏入府的第九年 而在四个月前,纽呼噜氏刚刚生下印针的第四子红利 利自古代作利 耿氏和纽呼噜氏年龄相仿 入府的时间和怀孕的时间都相近 因此关系清静 这位耿氏在乾隆朝的机遇埋下了伏笔 红昼虽然出生于康熙朝 但在现有的史料记录中 他在康熙朝几乎没有任何出场记录 清朝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驾崩 雍亲王印针即位,是为雍正帝 雍正登基时,红利和红昼已经十一岁 而雍正当时西下一共有四位皇子 分别是红时、红利、红昼和福慧 当时刚满一周岁 生母是年庚瑶的妹妹年贵妃 根据史料记载,到了第二年正月 雍正元年,雍正大风嫔妃 红昼的母亲耿氏被封为玉平 这个时候,十八岁的红时已经成婚 而红利和红昼刚满十二岁 雍正请了两位大儒为三个孩子讲学 其中,江苏人王茂红负责教导红时 而福建人蔡世远负责教育红利和红昼 蔡世远晚年在自己的这作中曾提及 他和王茂红彤在一同在内庭教育皇子 并说他教导的两位皇子都聪慧过人 只是红利举止雍容 而红昼性格温和 清朝雍正十一年 公元一七三三年 雍正帝同时封红利和红昼为亲王 封红利为何硕宝亲王 封红昼为何硕和亲王 从雍正给两个儿子封的爵位名称可以看出 宝宇和也代表了雍正对两个儿子的深刻认知 综上可知 在雍正朝 红利和红昼昼是同一个老师教导的 又是同一年被封的亲王 至少在表面上 雍正对二人并无太大差异 实际上 由于红利后来成为了雍正帝的接班人 清十路等清代官方史料 由于考虑政治原因 对红利的正面描写比较多 包括说红利小时候受康熙帝看重 后来又被雍正帝重点培养 因此在兄弟中出类拔萃等等 本集不评价乾隆帝 但不能因为史书说乾隆帝优秀 就否定他的其他兄弟的能力 例如 雍正十三年 雍正就下旨 让红咒和厄尔泰 共同办理贵州乾东的苗疆事务 红咒虽然是皇子 但他配合厄尔泰形式 态度攻迁 又不失皇子气度 让雍正比较满意 那么 在雍正朝攻迁温和的五皇子红咒 到了乾隆朝 怎么就变成一个荒唐王爷了呢 二 仪照有提及 乾隆含深意 雍正皇帝在历史上较为冷酷 但对红咒 却尽了慈父的责任 雍正帝驾崩时 他在遗诏中也提到了红咒 雍正十三年 公元一七三五年 八月 雍正帝在圆明园公院促然驾崩 允禄 云里 张廷玉 厄尔泰四位大臣取出遗诏 当着众王公大臣 宣读传位诏书 根据青世宗实录记载 雍正帝的这份遗诏 多达一千二百余字 里面有对自己在位时的总结 以及对新皇帝 红历 得嘱托 更有对张廷玉 厄尔泰 允禄 云里等人的评价 对于他的第五子红咒 雍正也不忘提及 仪诏中说 红历养成列祖积累之后 受镇教会之身 与和亲王红咒同气至亲 实为一体 由当诚心有爱 修其相关 意思是 红历深得我的教会 是继承大统的最佳人选 红历与红咒是同气至亲 兄弟一体 希望兄弟俩诚心有爱 修其与共 从雍正的这段话可以看出 他更多的是 希望红历登基后 能够善待红咒 当然 他也希望红咒作为弟弟 能够用心辅佐哥哥 言辞恳切 一片慈父的权权之心 实际上 当时雍正不止红历和红咒两个儿子 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名叫红厌 排行第六 雍正在遗诏中提到了红咒 却没提及红厌 可能是因为 红瞻年纪太小 也可能是偏爱红咒 雍正在遗诏中 希望红咒多协助哥哥 兄弟俩修其与共 实际上 雍正可能没有红咒了解红历 因为红历在坐稳皇位之后 并不需要兄弟的照拂 清史稿 云里传记载 三年二月 轰 上阵道 即日清临其丧 于是 吴子 庄亲王允禄等 请以世宗第六子红艳为之后 果亲王允里 是康熙帝的第十七子 也是乾隆帝的叔叔 是宣读雍正遗诏的四位大臣之一 他去世后 因没有儿子 庄亲王允禄 康熙帝十六子 便上奏给乾隆帝 希望乾隆帝 能将红焰过继给云里为四子 这段记载表面上看没有问题 但细思起来 有一个不合情之处 乾隆帝的兄弟 本来就只剩两个了 为何还要过继一个出去 古代家族之间 也有过继之事 大多是旁之之间过继 除非族内实在无人 才会考虑宗长的儿子或弟弟 而当时 红字被男丁众多 比如允禄本人的第八子 红龙当年四岁 第九子 红爱 当年三岁 都是合适人选 既然是允禄上奏 要为云里过继一个儿子 他为何非要选择 乾隆的弟弟红艳呢 而乾隆 为何还批准了 很明显 云露可能是受了上面的暗示 才上了这道奏折 在封建社会 天威难测 红艳被过继给云里后 在宗法上 他就不再是雍正帝的儿子了 这也就意味着 乾隆帝在当时仅剩一个弟弟了 换句话说 在乾隆帝的儿子 没有成年之前 对皇位威胁最大的人 就是和乾隆帝同龄的弟弟红咒了 巧合地势 红咒殴打军机大臣乐清 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小编看来 红咒生于康熙时期 看惯了父辈们 为了皇权而手足相残 乾隆将红艳过继出去后 让红咒意识到了危机 也许红咒背后有高人指点 在关键时刻 他需要犯一些不大不小的错 让乾隆抓住错处 让朝臣们觉得 大清朝的和亲王 实际上 是个没脑子的莽撞汉子 红咒能犯什么不大不小的错呢 当朝军机大臣 乐清心胸狭隘 以止气势 若能揍他一顿 不禁解气 还能犯错 一举两得 于是 乾隆三年 在朝堂之上 一个亲王挥拳 做了一个军机大臣 皇帝在后面目睹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啥也没说 因为他知道 这一拳头下去 对自己有利 麦田守望者中有一句话 我说不清楚我的意思 其实我说得清楚 我怕自己也不一定想说 对于政治家来说 你看到的 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红咒想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他这副德行 三 亲王活出丧 荒唐天下文 乾隆登基后 遵自己的生母 扭葫芦氏 西贵妃 为皇太后 按照礼法 太后也是红咒的嫡母 红咒每次入宫 都是先看望太后 然后再去看望生母耿氏 玉太妃 太后和玉太妃关系不错 对红咒也非常疼爱 因此 当红咒殴打那亲后 乾隆才说 因为太后的缘故 没有责怪红咒 乾隆不仅没有责怪红咒 还很高兴 过段时间 乾隆下旨 让红咒参议朝政 这下满朝大臣都歌功颂德 说乾隆帝是一个爱护手足的宽仁帝王 乾隆的护短 促使了红咒 必须更加荒唐 青史稿 朱王传记载 好言丧礼 言 人无百年不死者 惜会为 长手定丧仪 做亭妓 使家人祭奠哀气 黯然引淡以为乐 做名器像顶一盘鱼 至己踏策 红咒有一个爱好 他喜欢扮丧礼 而且 还给自己办丧礼 他曾对身边的人说 人没有一百年不死的 所以 死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 他曾让府中的家人 仆役 在一旁为自己哭丧 然后他坐在庭院中指挥 大家哭的声音越大 他越开心 而且他还亲自为自己制作名器 放在自己的床前 毫不忌讳 在野史中曾记载 一次 一位封疆大吏来经树职 正好碰到和亲王府大办丧事 以为红咒死了 连忙去吊咽 结果进门看到 红咒坐在庭院中央 他吓了一跳 红咒却很开心 感谢他来看望自己 红咒自幼被雍正言请明师教导 他岂不知活出丧意味着什么 他这么做 很明显 就是为了塑造一个荒唐的形象 笑亭杂录记载 红咒 最是一腔曲纹 将琵琶 金钗珠就取 皆翻为意调演之 刻皆掩耳艳闻 而王乐此不疲 意思是 红咒还爱上了听戏 他养了一批戏子 把琵琶记和金钗记等着名剧目进行改编 然后请宾客们来俯上听戏 结果大家发现他 是用一条高枪来唱这些曲目 都捂着耳朵不想听 红咒却乐此不疲 乾隆四年 乾隆帝下旨 让他唯一的弟弟红咒管理雍和宫事务 雍和宫 也就是雍亲王府 是雍正帝未登基前的府邸 乾隆把雍和宫的旧物和财产都赐给了红咒 以显示对弟弟的亲厚 而红咒呢 他拿到雍和宫的财产 尽情挥霍 俨然成了一个富家翁 乾隆见到弟弟这般 也不怪罪 他常常对大臣说 先帝一诏中 让朕对和亲王诚心有爱 朕这么做 只是不负先帝所托而已 红咒虽然荒唐 但在大事上却不糊涂 乾隆四年 红咒被任命为 郑白旗满洲都统 年底 又开始管理五音殿 乾隆五年 红咒任湘黄旗满洲都统 办理刊定八旗左领 市值殷席的事务 不仅如此 他还担任乾隆时期的御碟总裁 为皇室管理和编撰御碟 这些事务都很重要 他也都办得四平八稳 没有差错 说到底 红咒还是个精细人 只是被特殊环境所限罢了 四 织白仍首黑 大智游若鱼 即使红咒在乾隆朝一再摆烂 但乾隆为了彰显做兄长的厚爱 仍要不断加恩于红咒 实际上 只要这个时候 红咒不做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必能安全着陆 有一次 乾隆帝召集一些八旗子弟到甘亲宫殿室 他和红咒亲自监考 转眼到了午膳的时间 红咒便请乾隆帝 先去用膳 乾隆帝为了表达对殿氏的尊重 便没有离开 红咒调侃道 尚仪无霾主世子爷 红咒的意思是 皇上难道怀疑 我会趁着你离开的时候 贿赂这些世子吗 当着众人的面调侃皇帝 在古代是为大不敬 但红咒这么做了 乾隆帝当时只是没说话 但也没生气 乾隆十五年 红咒懒散在家 不愿参与朝政 乾隆帝没有办法 就给了红咒一个管理凤尘院的差事 凤尘院是主要管理皇家园林 花圃等差事的机构 以前归内务府管理 乾隆帝这么做 很明显是为了给红咒找个小事情做 但红咒只干了三年 又不想干了 他把这个差事还给了乾隆帝 乾隆帝不得已 让内务府重新接管凤尘院 后来 乾隆帝又让红咒管理五音殿御书处 大家听这个名字 就只知道是个闲差 五音殿御书处 主要是管理皇帝的书法 绘画等作品的地方 乾隆二十八年 经红咒几次哀求 乾隆帝终于解除了 红咒在五音殿御书处的职务 但乾隆帝不能让弟弟整日无所事事 便让他去管理清朝皇室的庞之事物 红咒整日和朋友听戏喝酒 很少管理具体事物 到了乾隆三十四年 红咒身体逐渐衰退 他仍继续荒唐 乾隆三十五年 红咒病重 乾隆帝虽多次遣太医来给红咒看病 但仍无力回天 红咒去世时 年仅五十八岁 红咒之死 让乾隆非常痛心 他对大臣说 镇是一手足矣 乾隆不仅后葬红咒 还对红咒及其后代极为优厚 按照制度 红咒的长子永碧 只能降绝习成郡王爵位 但乾隆封永碧为和朔和亲王 永碧年岁不久 于乾隆三十七年去世 乾隆让永碧之子年轮席郡王 另外 红咒去世后 他的生母玉太妃耿氏仍在世 乾隆帝对耿氏也非常优厚 耿氏后来去世 享年九十三岁 被乾隆封为皇考 皇贵妃 红咒之后 他的后代共传了六代 红咒的第六代孙玉龙还在光绪年间考中了晋士 成为宗室子弟中少有的两帮晋士 深得朝廷以重 在玉龙之后 清代灭亡 红咒家族富贵不在 但乾隆帝保了 红咒一脉七代富贵 也算对得起红咒这份兄弟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 红咒的后代中 还有一位名人 他就是中国当代者明的书法家 被誉为舒坦老顽童的启公先生 他就是红咒的第八代孙 小编认为 红咒是一位大智若鱼的清代王爷 他从康熙五十年出生 到乾隆三十六年去世 和乾隆做了五十八年兄弟 他在乾隆朝荒唐了三十五年之久 这其中多有藏桌的成分 他用三十五年的荒唐换了自己 以及身后供七代人的富贵 和清朝其他大部分宗室相比 他是幸运的 红咒之所以会如此选择 有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 他的童年经历了父辈的手足相残 对黄泉下的残酷手段 有非常深刻的认知 其二 乾隆登基后 他本无其他想法 但为了让兄长放心 不得已而选择自污的方式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有一句话 知其白 守其黑 为天下事 意思是 深小光明的显赫 却干居幽黑的暗处 这才是道 红咒心中的道 是大知若愚 大巧若捉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